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前兩天指數不動 我告訴你一個明確策略 越接近開紅盤那個跳空缺口 越站在買邦 所以今天台股 順勢的再創破端心高 恭喜鎖定我節目的投票 恭喜鎖定我節目的投票 行情漂不漂亮 前兩天指數不動 我說多頭架構 你看到是一個輪動輪漲的健康結構 這個盤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今天不過漲117點 剛過開紅盤的高點而已 但是我們家的股票 乒乒乒乒 有沒有空漲停 什麼是講在昨天 什麼是講在前面讓你印證在後面 行情的分析跟脈絡 我解析得相當清楚 你要跟我大賺金融年齡大行情的 好好的跟我來低接 好好的跟我來 一步一腳印的用心選股跟布局 今天這一檔 AI資訊的微軟 終於攻上漲停 而且再創破端心高 有沒有 你有看我節目的大家都賺錢 大家都賺錢 從當時110附近開始買進的微軟 到今天為止154.5了 你有沒有賺翻的感覺 這一檔AI資訊的一個微軟 賺超過半個股本 110是我說安全有波段 安全有波段 125持續看好 到今年度的1月16號 132.5 營收繼續的創下利益新高 雙底確立我還在買 沿路的逢低成績 來到144.5的波段高 為什麼可以走高 AI的資訊跨路 PC跟新人員車 兩大族群的一個架構 讓它營收創下利益新高 所以開紅盤之前 封關之前 140的微軟說長波段 感覺不太動 我不建議股票 這一檔微軟 好像不容易攻漲停 但是你給我時間 我給你波段 今年度的行情 一檔股票要賺三成 基本扣打 要賺五成 要賺一倍 你一定要給我時間 這一檔微軟到昨天 禮拜一還是140 對不對 長波段 長線的 我沒有在跟你玩投機 你應該知道 我的一個操盤節奏性 是不是 昨天黑街棒 打到140 我還是告訴你長線股 從低檔140 到昨天140 我的看法都沒有改變 今天不囉嗦 盤中一度亮燈 漲停板 再創波段新高 有沒有大獲全身的感覺 賺了四十幾塊錢 有沒有超過三成 所以這種行情 不要說 什麼來不及 不要說早知道 不要給太多 一個理由跟藉口 對 輪動輪漲 早就跟你講過了 我不經理個股的一個操作 或許 微軟 當下 140 120 130 你都覺得它慢慢漲 你覺得它沒有機會 是因為你看不到未來 如果你知道它的AI 資訊的一個 基本面 跨足到PC跟新人原車 你又知道它今天股價 為什麼可以創價波段新高 所以欣賞老師的一個節目 價值型投資 黨黨都符合巴菲特 價值型投資的概念旗幼股 講了恩變了 不厭其煩提醒你 巴菲特講過 價值型投資是你走向成功為例的機會 所以我秉持這樣的原則在選股 你看一下這檔木得 從153.5賺了一個股本的 大頭肩底的形態出現天亮攻擊 從161開始買 漲上去之後回測 缺口守住就留著 已經182了 來到209 36%的 我持續看 來到246.5 63%了 從這個位置 開始63%了 繼續留著 繼續留著 這張股票 我之前在分析它 親愛的老同學應該知道 因為它的一個基本面 當然不在話下 但是成這樣比較低 為了保護會員 當然不可能每天幫你追蹤跟分析 但是你是我會員的 到昨天為止 336 118% 有沒有倍數 從當時候的153.5那天 開始買的木得 到昨天336 118% 給我時間我給你倍數 我不是親愛跟你人吹火 所以有投資朋友打電話進來感謝我 因為我當時候去年度在分析 木得就告訴你們 他是長線的 他是大波段的 跟微軟一模一樣 有還是沒有 不然為什麼那麼多投資朋友打電話 來感謝我 他木得看我節目買的 有賺錢 而且還賺不少 木得利加給我 昨天我已經講過了 現在漲倍數了 正管理過大 我不可能現在帶你去追 該停利我一定會停利 該停利我一定會停利 今天賣322 沒有賺到118% 大概賺111% 對 今天9.23分 木得320以上停利賣出 當時候在322.5 所以該衝容下車的同時 我們就會拔檔 給我時間 我真的給你倍數 收盤木得316.5還是漲 所以幾年度的行情 你現在已經看不到大家在討論 降息如何的延後了 因為他遲早會降息 不管是3月份5月份 6月份7月份下半年度 他就是會降息 因為通膨確實下來了 早降晚降都是降 對股市的一個基金動能 會產生一個倍數的一個資金效用 所以呢 所以已經在反映了 所以我的策略都沒有改變 大跳空缺口去支撐 對 有下來 都要站在買方 好不好 這一檔強硕 今天再創破段新高 2155了 躺得翻過了 躺得翻過了 940塊錢 對 還沒賺一倍 這樣股票我還沒賺一倍 但是我要持續的賺下去 每次的降溯 我進場位置都是跌的時候 告訴會員進場 浮低承接 三次的操作 每一次都是如此 什麼是反市場 要達到股票市場上 操作頂端的贏家 你一定要有專業的 反市場操作能力 否則高成本 是高風險的一個操作方式 低成本 才是低風險的一個操作方式 從12月11號 支撐你家 趁回撤支撐買 底的時候要敢跟我買 1545買 漲到1785 這樣一買一賣 低段240塊錢落袋 賣完之後 回檔三天 重挫 又是跌了 你想讓跟我低接 你想跟我低接 我會1655帶你接回 對 這三根黑雞棒 1655接回的 來到1970 又多了300塊錢 我說1970來了三次 第一次第二次可能 不會想賣 第三次總應該要 賣了吧 所以賣完之後 翔碩 回檔四天直跌 1755 從1970到1755 這樣又差了 大概快200塊錢 對 可不可以低接回來 之前的1545 165 是不是逢低成接 這一次第三趟操作 當然也不例外 175接回之後 連漲三天1905 很高興 對 每天都在漲 從我接回之後 每天都在漲 跌 隔天從1905殺到1815 怕怕 跌了快100塊錢 不用怕 什麼是專業有實力的分析 當翔碩 回檔 不用怕 我幫你照顧 你真的不用怕 這還是一個再度上次的位置 一定是如此 所以每次的低檔 你會看到 阿謙老師不厭其煩的分析 翔碩的一個好 賺三個股本 USB4的 對 八年前 我幫翔碩 創造了800塊錢以上的波段利潤 這次已經超過800塊錢了 已經超過800塊錢了 不過之前機器比較低 100多到900多 那漲了七八倍 不一樣 對 這次的翔碩為什麼我敢買 已經1000多塊 為什麼還敢買 股票看的是一個未來 未來的一個翔碩 它的一個建構的基礎 當然在它的基本面 得到市場上的認同度 所以為什麼USB協會 要認證翔碩的一個晶片 為什麼 全台首架 為什麼超微 要下單給翔碩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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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的股票真的很用心 不是剩菜快 電腦要怎麼趕股票 當然是靠人腦 人腦的智慧戰勝電腦 懂嗎 所以整個一個翔碩回檔下來 不用怕 對不對 不用怕你才有辦法 繼續跟我賺下去 逢完之前 來到1995的波段高 已經賺了240的 昨天禮拜一 2025已經賺了270了 一直往上走高 今天大漲 特漲 2155 紅黑棒再創新高 400 300 240 940塊錢 賺得翻過 翔碩 是我們哪一個等級會的持股 我相信我已經交代過了 對 你們應該也很清楚吧 所以對於目前的行情 相當的弱 千金股票 翔碩 是千金吧 雙千金 從低檔的 1500左右到現在2155 2000塊了 為什麼持續看好 為什麼持續看好 大盤有那麼容易結束嗎 我說台股那個跳空的一個大缺口 很強 太強了 開紅盤 它能大漲特漲 它一定是來真的 因為它是帶量4000多億的大跳空缺口 那是今年度的最強力支撐 好不好 之前的低點都回不去了 不管是 封關之前這兩根黑肌棒的低點 或者之前這個低點 他們都回不去了 你現在的一個策略就是 有跌下來 有接近這個缺口 你就要縫低承接 我部件的一個多單 這一檔 神機強固型電腦的高毛利率 1月底 一樣封關前有沒有買 神機強固型電腦 不管是旋轉式的還是手持的 它運用在軍事的用途比較多 所以它可以克服 所謂的一個尖端的氣候 零下30度它可以用 對 高於人的體溫 比如說6 70度 它一樣可以使用 所以它的毛利率相當高 是一般的一個筆電 好幾倍 所以為什麼看到它 這張股票我之前也操作過 是不是 每次操作它都會賺錢 封關前部件的多單 神機108.5附近買的 對 有沒有漲到113 今天的一個神機 波羅說 已經來到117了 震盪個幾天洗盤完之後 衝高漲停板117 恭喜會員 恭喜會員 你們真的跟對老師的 在股票裡面漲停板以前 我們是不是都買好了 微軟 從110 120 130 甚至140我都在買 我是不是領先市場 先帶回逢低承接 然後賺它的漲停 賺它的波段 每一檔股票都是如此 包括神機也是一樣 對 封關前高毛利率的 強固形電腦的神機 108要敢跟我買 震盪起盤完之後 今天攻漲停117 Bingo 漂亮 先進光也是一樣 封關前 爆股過年的標的之一 油虧轉贏的光學 我1月30號買在188 我說我當天買完之後 我原本預計會漲停 而且會過前高 我原本的規劃 對 因為我看得出來 它要衝了 當天雖然沒有漲停 也沒有過高 但隔天馬上還給你 隔天 是不是208 是不是過高 接下來就天天漲 漲不停 3天15% 211了 來到227 44塊錢了 來到231 48塊錢了 來到這裡81 又一根中長紅 245了 62塊錢了 今天的一個先進光 再創新高 255 72塊錢 將近四成 24689 9個交易日 從封關前 我一再提醒你 跟我報股過年 我絕對沒有告訴你要解碼 我絕對沒有告訴你股票賣光 流現金報股現金過年 沒有 看得懂未來行情的 就會告訴你 什麼樣的強勢基金股 跟我在封關前好好的 買完 報上去 39% 72塊錢 有拜相嗎 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量價結構沒有拜相 這樣股票 我當然不會急著賣 而且我跟你講過 先進光 我是賣掉 見準 有沒有 見準 賣掉資金去買先進光 當然見準 賣在1月30號 這一天 賺這一段 我少賺這一段而已 因為它上去又回來 少賺不到 大概不到7% 賣這邊 今天來到這邊 對不對 各位 你自己看一下 120賣的 今天最低達到130 但是我賣掉 見準的資金 就是買先進光 那是不是多賺 賺更多 是不是賺更多 資金的考量 有時候要有所取捨 因為我常跟你講過 我們給會員持股 擋數大概三檔左右 我頂多拚到五檔 五檔夠你賺了 可以做股票 給你三檔 不可以做股票 每天給你不一樣的三檔 一個禮拜十幾檔 你要怎麼照顧 不可能 所以整個先進光 對 將近4成72% 就是 見準賣掉資金轉進去的 整個見準的架構 散熱的 它上去 這段股票 我給你提示 現在當然可以找買點 因為我見準賣掉 所以我在封關前 我們告訴你 有一檔散熱股票 我一定買 是哪一檔 高利 2月2日封關前 我說我一定買的 我一定帶你買的 之前303 停損 應該這個位置 303停損 下來之後 底部剛突破的一個高利 近末式的一個散熱 我248買進買回 我在2月15號 開放牌那天 利用台股大漲277有賣 對不對 我賣 我賣掉之後 它還往上走高 還走高到29幾 今天那個高利 最低殺到268.5 所以你看到清老師的一個操作 悟不悟實 什麼是真實的績效 一檔股票 我怎麼帶進的 我又怎麼帶出的 有沒有全程的拿出 口訊來跟你對時對價 這樣將近30塊錢 沒有錯吧 我就賣在上禮拜四 台股大漲那一天277 賣完之後還衝高 那又怎麼樣 今天不是回到268.5 簡單來講 高利的支撐 就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一根紅黑棒 那個紅黑棒 就是接回的一個位置 提供給你做參考 所以行情 我不曉得 你有沒有準備好 清老師有沒有準備好 從盤氏的分析 各國操作 我相信你一目了然 紅包三重送 持續的送下去 我就送到雲小姐 這禮拜就會結案 你好好把握一下 第一個大漲包價值好幾萬 看你參加什麼樣的一個 等級會員 另外會期從三月起算 二月份算我的 越早參加 越早享受 另外一個加碼神秘你 你打電話進來 你就知道 我給你一個特別 一定讓你物超所值 貓三重獸 你真的有需要 歡迎打電話進來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今天的面板驅動IC 天綠表現相當不錯 亮燈 漲停板 它跟面板有關係 因為面板在漲價 面板驅動IC 當然會跟著往上走高 面板股 有達 11月份15.3 面板價格止跌 低檔常常吞噬空擠 開始買 這張股票 那我說它會金金漲 穩穩的漲 它會漲不停 它700多億的股本 大象 大象也會跳舞 從低檔區15塊錢 沿路的金金漲 漲不停 漲到19.75 這樣也有三成 是不是 所以整個天綠 今天為什麼要買 今天為什麼要加碼 因為跟面板價格有關係 不然友達為什麼可以漲三成 整個天綠 漂亮的一個結構 是在於它12345 五波修正完畢 然後天亮突破 漂亮 不管是波浪理論 還是量價結構 或是面板驅動IC的一個基本面 讓它今天是一個出現漂亮的買點 所以今天的天綠 9點26分 賺你股本 250以下買 當初在29.50去對市對價 250買完天綠之後 我在10點4分 25附近市價在加碼 直接在加碼 250買 255 直接在加碼 為什麼要這樣操作 因為它五波修正 修正完畢又出現天亮 量先價型概念 它今天高點 絕對不會是高點 所以本來天綠我只要給一個等級會員買 後來這一筆加碼單 25的 我給廣大的普通會員跟著一起上車 這親老師的用心 所以整個天綠今天進了兩筆 25025 然後也有沒有亮燈 做股票要勇敢果決 有專業的職力 它就會帶你買進再加碼 讓你執行馬上產生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獲利層數效果 另外這一檔細創 一樣是面板驅動IC的 這個箱形突破又出現天亮 今天當然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上車時機點 富士達 折疊手機乾淨股票 507 516 連買兩筆的富士達 六天漲242塊錢來到749 很快 開放盤大漲那天我735有減碼 減碼完之後 昨天跌停板60 李五龍賣點85塊錢 昨天富士達跌停板我看好 你看好嗎 昨天跌停板你敢買嗎 嗯 跌停板我看好 今天它漲32塊錢 另外一檔折疊手機的趙利 從209.5晚行底整理末端 買上去漲了36% 一樣上禮拜四 270有減碼 連跌三天 昨天來到234 我看好 今天趙利盤中大漲十幾塊錢 初步止跌是不是 這一檔耿頂營收超過7成的 底型剛突破 像這種回測它會再上的 另外這一檔AIPC的宏擊 打王雙敵會往上走高 這兩天出現什麼量價結構 量縮回測多方式 下來當然都可以站在買方 因為它稍微補個量 它就會往上衝高 今年度的金融年的大行情 你已經看到清老師的一個 操盤實力 很多價錢投資概念股票 檔檔都三成五成以上起票 你看到的微軟 你看到的翔碩 你看到的成績 你看到等等 太多檔了 來不及贅述 要給你的行情 我準備好 要給你的紅包 自己來拿 紅包三重送 持續的送到今年度的元宵 馬上即將結案 你有需要 記得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院議員 店員 請賞